购买西兰房产后,你会不会成为税务居民呢? 答案是4个 所有西兰居民都要向西兰缴纳所得税 虽然你不是国际上的西兰居民 但很可能在税法上你也被归为西兰居民 也要缴纳个人所得税,投资利润,津贴或者是海外收入 那么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西兰税法居民呢? 如果你连续12个月住在西兰超过半年 或者你时常阶段性的在西兰居住 那么你已经是税法居民了 如果你与西兰存在社会关系或者经济关系,雇佣情况 或者接受过福利,养老金 那么你肯定是税法居民了 所以你在购房以后,你就拥有西兰的财产了 西兰政府还是相当人因化的 跟所得税的税法未定 为了鼓励选择定居西兰的人 其大多数国外的收入可免税4年 不过从长期角度来看 移民的朋友还是需要在移民前做好税务的一个规划 才会减少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,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,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,拜拜